澳洲廣播公司ABC報導 中國深圳鎮華數據信息公司洩漏數據顯示 該公司收集大約240萬全球有影響力人士的個人資料 公司主要客戶包括中國共產黨和中共軍方 報導指出 美國學者克里斯·鮑爾丁去年開始研究 中國科技巨商華為公司的運作時 有人給他一份深圳鎮華數據公司的龐大數據庫資料 監控各國政要名流等重磅影響力人物 這些人當中包括國家領導人、軍事官員、企業家和藝術家 範圍甚至抗及上述的親友、家人和同事 鎮華公司收集的信息包括出生日期、地址、婚姻狀況和照片 以及親戚關係和社群媒體的帳號 報導說 25萬筆被解密的資料中 有52,000名美國人、35,000名澳洲人、1萬名印度人、9,700名英國人、5,000名加拿大人 他們都被這套系統監控 數據庫中還有793名新西蘭人個人資料 其中734人被標記為特別利益人士或政治敏感人士 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說 這些數據就是為了有一天 要用這些數據去針對西方的這些國家 發動他們利於中共統治的一種戰爭和宣傳 這就是一個企業介入到了這種准軍事化和情報系統的一個爭奪戰 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認為 中國很多企業尤其是敏感的高科技企業 幾乎是掛羊頭賣狗肉 表面是民營企業 實際是中共軍方情報部門 張健說 有可能從很小就會對這些人通過文化交流方式對他們進行培養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海外有一些為何極端的勢力去這樣支持中共 也就能看到中共這幾十年在海外培養這些外國代理人 都已經逐漸起到了回饋中共的作用 消息曝光之後 振華數據已經將網站刪除 張健說 無論是他拿到所有人的數據 還是只是單純這240萬人的數據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在這些網站上 他們拿到這些數據之後 他要做什麼 這樣就是我們要考慮的 資料顯示 深圳鎮華數據信息公司標榜 任何事情都可以通過社交媒體變成現實 企業使命就是整合全球開源數據 幫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袁華為南京研究所工程師金順說 中國企業幫助中國共產黨收集大數據已經不是秘密 因為所有的中國企業都聽命中國共產黨的 我以前在華為工作的時候 就是我看到過一個資料 就是中國當時是2018年 他說要在5年之內 將中國的大數據市場擴大 今天放出來的僅僅是冰山一角 除了鎮華之外 還有福建的一家公司 浙江還有包括華為、中芯都做過這樣的事 他們背後都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共軍方的支持 評論認為 大數據資料庫在政治方面更是最好的操作工具 金順說 第一方面就是政治 操縱選舉 有針對性感對特定族群發佈假消息 然後針對各種選民 令他們本來要投票的不敢投票 第二是經濟 中國共產黨在國外有很多的資產 有很多的股票 股票搶的就是信息 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利用這些假消息 來達到推高股票 或者拉低股票價格的這種作用 從中謀取巨額的利益 還有針對他不喜歡的人物進行抹黑、造謠抹黑 報導指出 深圳鎮華數據信息公司 除了收集數萬名澳洲名人信息 還涉及太空和科學領域 還記錄了英聯邦科學和工業研究組織 在尋找馬航失蹤的MH370航班的工作 也追蹤澳洲去美國航天局 運送秘密尖端設備的過程 運輸出現 以免的魂提灌 到訪問 編項